新春符符送吉祥 金虎禁家符滿堂 大家新年快樂是玩卡小編 春節過年是親友團聚的日子 防疫期間不想要出門人擠人 不如在大家玩有趣的團體小遊戲吧 安心防疫還能運用家裡免費的小道具 免花錢就能嗨翻一整天 讓卡小編蒐集四個現在正夯的小遊戲 撈錢領紅包超喜氣應景 連韓眾Running Man也在玩的遊戲 現在一起糾團玩起來吧 首先我們第一個遊戲是 撈錢討吉利 遊戲規則是先在桌上放滿鈔票 然後玩家必須先蒙上眼睛 計時一分鐘內拿著鍋鏟與小籃子 下去撈錢 只要撈越多就賺越多 而且場外的親友還可以進行干擾喔 大家好我是參賽者一號 我今天來這邊把所有我媽的錢都纏走 她很有錢 好那我們請一分鐘 大動 大豐收大豐收 大豐收啊 各位觀眾 不可能吧 金豐收大 vot 1,000 1,500 然後裡面裝有零到五百塊的獎金 玩家需要猜測後面兩側的布條是什麼顏色 如果以出題者的顏色相同 就可以幸運的抽紅包啦 如果答錯的話呢 不但抽不到紅包還有小懲罰喔 請問右邊是哪個顏色的布呢 右邊是這邊對不對 我猜紅色 大家好大家好 我們要再一次喔 好再一次 請問右邊是什麼顏色的布呢 過年我再猜紅色 再一次囉 請問左邊是什麼顏色的布呢 左邊 紅色 終於答對了 恭喜 來我們可以抽紅包 那我就來一個吉祥旺來 什麼意思啊 沒有 什麼意思 我們沒有拿到任何的錢 OK 謝謝 新年快樂 第三個遊戲呢 就是韓宗Running Man帶起的人氣遊戲 抓老鼠 這個遊戲呢很簡單 大家只要記得三個關鍵字 就可以輕鬆上手了 第一個就是抓住了 第二個是跑掉了 第三個是萬歲 從第一位玩家開始喊老鼠有幾隻 第二位開始必須說抓住了或是跑掉了 並且需要擺出握拳抓的姿勢或是拍腦袋 當抓到的老鼠數量 與第一個人說的數量相同 全場玩家必須一起喊萬歲 接著開始重新喊數字 開始新的一輪 如果玩家姿勢錯誤或喊錯口令就算輸 抓老鼠抓老鼠 抓四隻 抓到了 抓跑了 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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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歲 五六七八 抓老鼠抓老鼠 抓老鼠 支支支 抓三隻 抓到了 抓到了 萬歲 抓老鼠抓老鼠 支支支 抓五隻 抓到了 抓到了 跑跑了 抓到了 萬歲 對 等一下 等一下 好像三隻還是四隻 OKOK 謝謝大家 大家會玩這個遊戲嗎 大家會玩這個遊戲嗎 我會玩的欸 我終於會玩 我會玩可是我會記不住欸 大家可以找阿公阿嬤一起玩喔 我們非常的激動手裡 阿公阿嬤玩然後說 輸的要拿紅包出來 對 這是一個非常好賺紅包的方式喔 騙錢計畫通 第四個遊戲呢 就是運用大家過年家裡一定會有的撲克牌來玩這個遊戲 叫做水果盤 要來考驗你的記憶力囉 這遊戲就是將整組的撲克牌全部洗亂發給所有的玩家 大家必須先幫自己取一個水果的名字 並且牢記其他人的名稱 接著喊一二三所有人同時翻出一張撲克牌來 如果有人與自己的數字相同 就要大聲喊出對方的水果名 如果比較晚喊出的人就要收回桌面的牌 然後呢依序玩完所有的輪次 擁有最多牌數的人就是輸家 嗨大家好我是台膠五號 嗨大家好我是參賽者二號我是金黃芒果 我是聚風葡萄 一二三 一二三 二三 好緊張喔 二三 慢一點 啊 拘捕不到 不是 所以全部給他是不是 對 就等到有人手上的牌發完之後 這個遊戲就結束囉 一二三 二三 好緊張喔 這盤芒果 好緊張喔 耶 等一下等一下 這結束了嗎 結束了 耶 這盤芒果請向觀眾道歉 對不起 沒有贏的這個遊戲是我的責任 大家抱歉 對 代表著巨峰葡萄 是成為 巨峰葡萄最有料了 大家水果要愛吃葡萄喔 過年大魚大肉吃太多 以上遊戲 輸的人必須要開合跳舞 再當城市城堡 這些遊戲你都學會了嗎 過年期間不怕再在家 舞不了趕快約 親友們一起玩起來吧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